歡迎收看 橫行樂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總體方案出台 備受關注 跨地就涉及到 很多的製造豪商 中國的金融更大的開放 探索新的經驗 橫行四驅疊加的新定位 为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 带来哪些机遇 一定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 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方面 其中一个关键点是人产 共商 共建 共管 共享的新体制 将为澳门民众的工作生活 开创怎样的新局面 我从澳门的家里去办公室 比他们在住海 其他地方去办公室更快 如果用一个简单去介绍 我是一个湾区新鲜人 大力宣传我们祖国医学的条件 跟优势我觉得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财经正行方正在关注 上周末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 恒勤预奥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这为澳门长远发展 注入了重要动力 有利于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过去的十年里 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四次到访于澳门 一水一桥之隔的恒勤考察 位于港澳大湾区的恒勤岛 先后被设为国家级新区 自贸试验区 目前进一步设立 恒勤与澳深度合作区 四区叠加 显示出这一区位的重要作用 其实在恒勤的发展蓝图中 从一开始就确定了 为澳门多元发展 扩展空间的定位 此次的方案中 进一步明确了发展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 新产业建设便利 澳门居民生活就业 新家园的战略定位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这一新方案的推出 将会如何解决澳门 在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而已经率先 投身于恒勤的澳门人 他们又开创了 怎样的工作和生活的新局面 恒勤地处珠海南端 与澳门一水一桥之隔 此次划定的合作区实施范围 为恒勤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 海关监管区域 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 其中恒勤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 为一线 恒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 设为二线 它是一个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提供这么一种纽带 提供这么一种大家互相协商和沟通的 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使得大家有更好的合作 106平方公里 澳门都达32.9平方公里 好几倍澳门的面积 相对于把这么一个合作区 这么大的一个面积拿出来 作为一个深度的合作区 其实就是无形中 其实就是扩大了澳门发展的空间 根据方案 合作区将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由粤澳双方联合组建 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实行双主任制 主任由广东省省长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 共同担任 澳门特区另委派一名常务副主任 管理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 负责人由澳门特区政府委派 广东省和珠海市派人参加 它实际上是一个共商 共建 共管 共享的机制 这个机制也是一个 亮点是一个突破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是广东省和 澳门特区政府共同来 来建设这么一个地方 它的架构中有一个官委会 叫双主任制 那么下面有个执委会 执委会下面可能还有一个 共同组成一个开发投资公司 这跟我们内地的开发区的 那个管理的模式很像 只不过它说共享 那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共同来分享 这个有关的利益税收 GDP 这都是大家来共享 我们很关注的比如说 要怎样去支持澳洲经济的适度多益 在收益方面是怎样去共享 就是粤澳共享 你看到这个方案 或者明国指数 在2024年前投资的收益 全部都是橫琴的 又涵含这个支配的 同时中央还表示 在财政 还要对这个三道合格区 吸引那个制作 IMF数据显示 2019年澳门人均GDP 达到9.2万美元 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方 在世界排名第二 但产业单一发展空间小 因此发展多元化产业势在必行 澳门的问题在哪里就太小 它的产业太单一 高度依赖博产业 所以它在回归之后 一直强调澳门要产业 适度多元发展 但实际上这个成效有限 有限不是因为它不努力 是因为那个博产业 它太强大了 它什么产业 它离不开这个博产业 再加上空间很小 你看这几年澳门的房价 涨的也不少 人也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 它没有多大的空间 所以设立红琴的初心 就是为澳门的产业的 适度多元化 提供一个新的空间 通过市场合作 它不是政府去强制你去合作 而是通过市场的合作 利益的共同体 那么一定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 方案还明确指出 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新产业 支持大力发展科技研发 和高端制造产业 现在这次提到一个 我们看到的是澳门禁造 澳门监制 澳门设计 澳门品牌 这些是一个很创新的概念 也是可以从一个 原来的环琴的产业的定位 都做出一个更加创新的分配 方案中强调 加强合作区金融市场 与澳门 香港 离岸金融市场的联动 探索构建电子维网系统 推动合作区金融市场 率先高度开放 金融将成为 粤澳深度合作的重要方向 截至今年5月末 横琴新区金融类企业 合计5567家 各项存贷款余额 共计2623.17亿元 中国一直在探索 稳步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 那么这次在这个方案里面 已经明确 我们在稳健的原则前提下 分布实施的前提下 推动在合作区内 跨境资本自由进出 而且资本项目可兑换 在稳健的原则 这是一个金融领域的 一个重大的探索 一个重大的开放 可能为我们下一步 整个月搞大湾区的金融开放 以及我们中国的金融更大的开放 探索新的经验 2020年 恒勤新增澳门企业大幅增长 数量达1395家 同比增长67.5% 岛上澳门企业 合计3575家 成为内地澳企最为集中的区域 澳门四家重点实验室 全部落户恒勤 並已启动运营 2020年 新孵化澳门创业项目260个 同比增长113% 越澳合作中医澳科技产业园 引进多家知名企业入园 18家社澳金融企业和服务机构 入驻越澳跨境金融合作 珠海示范区 恒勤新区09年从设立一开始 就是围绕这个初心 就不断地探索 怎么样进一步地加强 跟越澳的合作 为澳门的新产业 在恒勤来落地发展 提供一个良好的一种环境 这个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的硬环境 也包括我们政府服务的软环境 2015年之后吧 恒勤自贸区的建设 本来就对标的是 国际通行规则的 最高水平的一种 政府的服务体系 不断地提供 国际化 市场化 法治化的环境 做了很多努力 同时我们也在探索 怎么样为澳门的居民 在这个地方就业生活 创造一种新的生活空间 作为面向澳门 及普宇系国家 开放合作的前哨 恒勤 越澳深度合作区 是继深圳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上海浦东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之后的 第三个国家级试验区 是对越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的 落实和完善 恒勤方案中 对合作区的定位 可以概括为 产业新平台 居住新空间 体制新典范 以及大湾区发展新高地 其中优先发展 并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是 建设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新平台 这一战略定位 根据这一定位 恒勤将会围绕 向澳门产业的主攻方向 包括中医药 环境 集成电路等 大力发展新技术 新产业与新模式 下节回来我们会去看一下 澳门青年如何抓住 这样的历史机遇 享受合作区的发展红利 对澳门青年而言 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 提供了新发展空间 一方面拓宽了澳门青年 施展个人才能的天地 同时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上 为澳门青年提供了 更加丰富多元的选择 而更为重要的是 合作区可能形成政策叠加效应 澳门青年创新 创业 就业 将会得到多重的支持 此次的方案中特别提到 高水平打造横勤澳门青年创业股 中璞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 一批创客空间 孵化器 和科研创新载体 构建全链条服务生态 推动在合作区创新 创业 就业的澳门青年同步享受 粤澳两地的扶持政策 采取多种措施 鼓励合作区企业吸纳澳门青年就业 实际上近年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澳门青年在横勤创业 他们已经感受到了 新发展空间带来的机遇 截至2021年8月底 横勤累计登记商市主体数量 超过5.5万家 注册资本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澳资企业超4500家 注册资本超1300亿元 成为内地澳兹企业最集中的区域 横勤具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 这个先天优势啊 主要就指的是我们的区位优势 我们跟横勤跟澳门之间啊 就是一桥之隔 一水之隔 我们这个水道啊 最近的地方 相距只有187米 中间你看这个桥 就是莲花大桥 是 莲花大桥连接的 就是新建的横勤口岸 去年的8月18号 这个铝店 这个口岸的铝检通道 已经实现了合作查验一次放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澳门的原来有一个莲花口岸 已经迁到了我们横勤口岸 和我们的这个口岸的工作人员 在同一个建筑里面 合作查验一次放弃 旅客过关的这个体验 感觉到非常便捷 黄景喜是粤港澳三地 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她每天通过连接珠海 和澳门的横勤口岸 从澳门开车到珠海来上班 我在澳门过关的话 基本上都是十分钟 就会到这个办公室了 所以通常我就 就直接早上在澳门 就是安顿好这个孩子之后 就直接开车过来 基本上都很方便 应该是听我的一些 住海的同事说 应该我从澳门的家里 去办公室 比他们在住海 其他地方去办公室更快 对于跨城市的创业者而言 交通便利是至关重要的优势 同时随着粤港澳 互联互通的不断发展 港澳的高端服务业人才 也越来越多地 在大湾区多地开展业务 各项跨境业务需求 也随之大幅增加 从自身的发展角度看 澳门青年人才 在粤港澳大湾区 不仅可以发挥专长 贡献社会 还可以找到实现 事业理想的更大舞台 包括我自己 以前都是在澳门的小地方 因为澳门小地方 你所谓的法律行业 肯定也是很窄的 也不可以全方面很多 比方说很多国际金融 国际的并购等等 在澳门可能也没有一种业务 但是拿到两年之后 我接触到整个 我们国家的大市场 那么就很多 我学习到很多其他的 法律的机制都可以参与 都可以发挥到舞台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澳门居民 澳门青年可以透过外区 真的是能够实现到 自己一种大活梦 珠海恒勤在2019年出台 支持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办法 18至45岁 持有澳门居民身份的个人 以及首次注册时 澳门青年持股25% 或融资后澳门青年股份 不低于10%的企业 都可以在恒勤享受到 创业优惠政策 两年前 从海外回国创业的 澳门青年曾婉文 在珠海恒勤创办了公司 她对自己有一个特别的定位 如果用一个简单去介绍 我是一个湾区新鲜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两年前 我才重新在外地 重新回来澳门 去发展我的事业 希望通过《黄琴》这个平台 可以能够对接更加多海外 海内外的一个资源 曾婉文把公司的两块业务 放在了横琴 一个是国际贸易跨境电商 另一个是文创文旅和品牌孵化 作为来自澳门的创业者 同时又具备海外生活 和工作经验的曾婉文 很清楚自己的优势 在于两地资源的转化和链接 在大湾区为她提供了 发挥这一专长的舞台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在澳洲本身那四年 我们已经有一些资源的基础 有一些供应链 是比较完整的可控的供应链 结果我们对接回来 我带着目标回来 我的目标 我带着项目 我带着目标 我就是要将内地的供应链 去完整 一个可控的供应链 建立给你的时候 我就可以无缝地对接 我带着目标回来 所以就是说 我不断强调就是 如何去盘末资源 当有着澳门这个天然的一个优势的时候 其实很多海外的资源 或者内地的资源 就可以更加好地去盘末 能够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 投资新业的港澳青年 除了受到众多面向港澳人士 和企业的优惑政策吸引之外 他们多数都对中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 有一定的了解 为什么你古龙花这么好呢 因为我以前在北京念大学跟硕士 所以在北京大概六年 现在我们看的是什么 对 这是我们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是通过植物分子 定向存化提取技术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技术 来实现中医药的一个现代化 内智要将中医药现代化推向全中国 甚至走向国际的澳门青年黄茲才 就曾凭着出众的澳数成绩 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 他曾是澳门第一块 国际澳数银牌的获得者 十年的内地求学经历 让他见证了祖国的高速发展 同时也希望把中国传统产业做好做强 让世界认可和受益 澳门其实一方面是 对于重要企业来说 是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 同样也是面向国内 广大市场的一个门户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 就是响应国家和澳门的 一些政策号召 然后也参与到澳门的一些 重点发展的一些产业的面数 然后如果你有听说过 日本的金川、汉方 他们就他们的 我们的技术跟他们有点类似 但是就是我们比他们 还领先两年 但主要是因为以往可能 在中医药的这些营销 或者是一些销售方面 其实可能没有做得 像日本那么进取 所以说才可能 大家认识程度不太高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机会 然后也看到他们弱势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填补这样的一些弱势 把握这个发展的一些际遇 随着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 来恒勤工作 解决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就变得至关重要 此次的方案中 就把加强与澳门社会民生合作 与吸引澳门居民就业创业 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目前已经有7000多澳门人 在恒勤常住 如果说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 让他们愿意来到恒勤 那么住房 医疗等相关的 生活配套措施 则是他们愿意留在恒勤的 重要因素 总体方案中提到 加强与澳门社会民生合作 加快推进澳门新街坊建设 对接澳门教育 医疗 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体系 有效拓展澳门居民 优质生活空间 推动全面放开澳门机动车 便利入出合作区 横起澳门新街坊项目 已于2021年初全面动工 是首个为澳门居民建设 如何优质居住空间 教育 卫生 社会服务等 多功能的综合民生工程 建成后可提供 约4000个可供出售的住宅单位 及200多个人才房 现在我们提供了空间了 更多的港澳企业 可以到大陆来发展 更多的港澳的青年 可以到大陆来发展 他们解决的一些难题 比如住房一些问题 可以借助大陆的大湾区的发展 来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来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 这些对港澳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澳门居民在横琴 购置住宅 商铺等各类物业 超过1.1万套 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 办理居住证的超过7000人 这边澳门的居民 他比较集中 很多居民他在几年前 在这边可能有了一些买了房 澳门居民他在这里去 可能生活各方面 他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他习惯找一些澳门的 一些社会团体 去找他们帮忙 或者是协助他们 那我们澳门这些方 总会在澳门来说 其实也是属于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品牌 很多澳门居民 他遇到生活上面 有一些困难 他可能都会找到 我们的接方会 或者是找到 我们的一些中心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的这一种的模式 我们的点 可以衍生到横琴这边来 让我们的澳门居民 遇到困难 可以找到我们 澳门的社会服务 也已经走到一个 就是比较有成熟的经验 然后我就是把一些澳门的 过去的一些社会服务经验 用一些优势把它带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澳门居民也不是很多 就是总有一部分的 对国内的一些政策 还有一些消息不太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信息 带过去给他 就促成一个桥梁的作用吧 虽然两位来自澳门的社工 在横琴工作的时间不长 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 横琴的变化 并且逐渐适应和喜欢上了这里 其实在2019年5月就过来 因为当时做了一些调研的工作 然后当时横琴 其实各方面配套等等 都是没有现在那么好的 而且它很多地方 都还在建设当中 很多一些工地 很多一些工程的车辆在走动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一年半以后 很多居民已经慢慢 人数增加了 不同的一些商业 慢慢就已经落地了 让我们觉得在横琴 无论是工作居住 还有它办公的条件 我觉得也是一等一的 非常好 横琴的包容程度很高 然后现在都慢慢 包括一些政策 好像就是这边的政府 还有总会那边 给了一个单排车 然后就通关就很便利了 我住在澳门嘛 那边很早地出门 现在都很快地 就方便了很多了 我们的两地居民 他们在横琴就业的人 提供了跨境的通勤 可以从横琴的办公室 用我们提供了这种 跨境通勤的车 就可以每天上下班 直接回到他们澳门的 这个生活的小区 就是很方便 总体方案中提出 支持澳门医疗卫生服务 提供主体 以独资 合资 或者合作方式 设置医疗机构 聚集国际化 专业化 医疗服务资源 目前在横琴任职参保的 澳门职工达到上千人 超过4万人次澳门居民 在横琴就医 我们在全国率先地 做到了两地 同层化的比如说社保 同层化的医保 我们叫跨境医保 现在就是我们新开的 横琴医院 每年有很多的澳门居民 过来看病 看病的时候 也能刷珠海这边 同等的待遇的 这个医保卡 会给澳门居民提供了 非常好的这种 这个医保的服务 和这个医疗的服务 我也在这里 做整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比例就是 六成的本地人 有些事情 还是澳门过来的 因为有些澳门 他们一方面觉得 这里的检查系统 比较完整一些 然后也方便一些 直接检查完了 就可以见医生了 不跟澳门一样 加上这边的医疗的 那个费用可能 比澳门更划算一些 对 他们还是很愿意过来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张倩君 目前就在恒勤医院工作 他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后 曾回到澳门 在父亲的中医馆工作 之后也自己开过中医诊所 但几年之后 他还是决定来内地发展 我们的澳门地少 人也少 所以这些病人好像都是 来来去去都是那么一区人 所以我还是觉得 到内地学习 可能跟更多的专家老师去学习 然后还是发现 国内的市场更大 然后还是有机会 拿到恒勤医院去 重新再学习一下 跟老师 跟医院的规划 去再进行培训 对我个人的资深成长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通过单项认可 就是让澳门这边的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的医生 他们的副事 他们的导游 他们的会计师 律师 都可以在横行来就业 他们那边的资质 和他们那边的就业的一些经历 我们这边全部都认可 从事中医药事业 是张倩君从小的心愿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药 更受益于中医药 我们中医从业园呢 我第一考虑就是 我们要大大提升我们的能力 把中医药能够再栓养出去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相信 我们中医其实没有他们 想得那么小的那一块 我们可以积蓄很多层面的 不仅仅是保健 所以我希望透过我 作为中医从业园的身份 去大力宣传我们 祖国医学的条件跟优势 我觉得其实我们必须要做 澳门回归20多年来 越来越多的澳门同胞 明白了澳门好 国家好 国家好 澳门更好的道理 从支援澳门抗击非典疫情 度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天歌风灾 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到出台并实施内地与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开放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 实施玉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 签署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 再到新鲜出炉的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 中央政府一次次挺澳应对挑战 一次次会澳创造机遇 如今蓝图已经摆在眼前 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如何落实 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推动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行稳 致远